不同地区的弱势家庭面临的生活困境也不尽相同 台湾世界展望会针对花莲地区弱势儿哨来进行生活样貌调查 发现花莲的弱势儿哨除了在三餐饮食不稳定之下 最需要的就是数位学习资源 而现在要开学了 展望会的数学金还有151万元缺口 需要各界帮忙 台湾世界展望会长期辅助弱势儿哨势力就学 今年度也特别针对儿哨的生活样貌来进行调查 发现花莲地区的弱势儿哨除了三餐饮食不稳定之外 其中最欠缺的就是数位学习资源 我们花莲地区一些孩子的一些资源的一些匮乏 是高于我们全会的一些比例 包括孩子的数位的设备 包括孩子家里没有适合读书的一些空间 包括可能孩子每天他最需要的营养 包括他的早餐的不足都是高于我们其他全会的一些调查的一些结果 在疫情那段时间我们也是针对孩子所需要的一些数位设备 我们跟社会募集的平板或是笔电 我们有数位的学习的工具 在暑假这段时间也陆续的发放给孩子 那我们现在募集的目标是1900部的平板含笔电 那到目前我们统计为止 我们已经募得了将近900多部的电脑 我们足以的发给我们 在我们的调查里面有需要的孩子们 阿美族青年石雅社本身也是展望会的受助额 长大之后他投入社工服务 要回馈当初所有帮助他的人 而受助的家庭也表示 在经济压力下要独立抚养孩子真的很困难 真的很需要社会各界善心益处 在这期间可能就是因为工作停掉 然后再找别的另外一个出路 对去打工之类的啊 因为小孩子要抚养嘛 也是靠这些资助人帮助我们 我们才有办法这样子 你其实这样子那么小啊 你说放在家里你一定会担心 嗯 因为他们是12岁以下 对 他们有些地方可能不太懂 对 所以我还是会怕说 他们如果开瓦斯路还是干嘛自己吃东西 这是一个危险 我还是就是像我礼拜六礼拜天都要上班 我们是没有休息的 我还是会带着他们一起上班 可是带他们上班公司这边OK吗 就是有跟公司讲 对 因为没有人帮忙照顾我 只能看我自己 有没有曾经因为要带小孩 然后就找工作就老板说不行的 有啊 遇到太多了 台湾世界展望会东区办事处表示 开学在即 除了帮忙募集电脑和笔电之外 花林地区的助学金还有151万元的缺口 希望各界能够伸出援手 帮助这群弱势儿少能够有上学的机会 借旅会欢视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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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